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這一期的中國禁聞 據法輪大法明慧網報導 5月13日的上午 河南省玉州市60多歲的女法輪功學員張智溫 正在家中掃地 玉州市國保大隊指導員羅洞俊、中隊長王小偉等 非法闖入家中將她綁架 第二天 家人四處打聽才得知 張智溫被非法關進了許昌市女子看守所 三天後的5月17日 家人被告知張智溫已去世 報導質疑當局以什麼理由 將一個善良的婦女綁架並關押致死 是不是又是因為中共要開兩會 為了所謂的維穩而綁架 美國華裔人工智能專家李菲菲 5月11日出任推特的獨立董事 由於她擔任Google雲端人工智能 中國中心團隊的首席科學家期間 Google與中共方面合作 開發了監控言論的蜻蜓計劃 那麼有網友擔心她的加盟 將導致推特被染紅 結果不幸嚴重 17日 一名網友在深度棋底 李菲菲的紅色背景之後 她在推特上開通的四個帳號全數被封 另外還有幾名網友 也因為發表涉及李菲菲的言論而遭到封禁 5月19日 陝西安康市公安局 漢兵分局的官方微博漢兵公安發文說 他們17日發現當地一名男子使用翻牆軟件 VPN進行國際聯網 於是傳喚了該男子 並給了他行政警告和罰款500元的處罰 那麼消息引發大陸網民的不滿 有人說呢 人類的遷徙都已經是自由的了 而上網還是不能夠自由 也有人質疑 我想知道那外交部發言人是怎麼上外網的 李子柒是怎麼上YouTube的 那麼還有人呢 將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趙立堅 和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等人 在推特上發帖的截圖轉發給了漢兵公安 也要求他們跨省抓捕這些官員